大家好, 欢迎来到 ONE GAME UP, 我是德巴仙的企业 又来到 ONE GAME UP CALLS OVER, 最后回到丁 今天我们丁什么呢? 今天就是丁这一只, 女博, 枪, 红茶 你知道我不懂英文啦 其实这一只游戏的名字很日本的电影feel 就是之前几套机关枪的主题 首先先说一说, 这一间厂 Piri Game 本身是出这个战棋 在上年的Game Market 突然出了一副 这么特别的主题的Bord Game 我也看到这些画工和主题很特别 所以买回来试一试, 试下去感觉都挺特别的 先说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 不要看它的画画这么有趣 你就以为它是一只轻的游戏 它就绝对不是的 它就应该是一只中拆的EURO GAME 但是如果它的ROOTS FANTONE 其实它是一只不错的EURO GAME 先说一下, 画风方面 我认为大家有玩开日本Game都知道 它们的画画就不漂亮, 一看它就去到某个位置 今次这一批的女卜 特意用一些同型的画师去画 所以它的质素是不错的 我们先看看这个游戏怎么玩 为什么它是一只EURO GAME 其实它就是一个 Action Point Movement的游戏 每个游戏扮演着一群女卜 它就要在这个城市里 偷运 是不是叫偷运 就会有警察去追捕它 每个Player一开始 就会有 选择一个女卜代表它 在这个过程里面 它就可以去recruit一些新的女卜 最多可以recruit到三个 去帮它做一些Action 这个游戏的玩法很简单 就是基础就是 你可以向前走, 走三步 留意的就是 你走就可以 可以顺着这个方向去走 在走到停的位置 你就可以做一些Action 就是视乎你停不同位置 例如你停在有数字的位置 它就会有一些红茶 你就可以选择用Action 去买红茶 买的红茶 基本上一元就可以买一个 如果你有三元就可以买三个 这三个红茶就会放在自己的那里 然后就把三元放下 就位置一个Action 买了红茶要怎样呢 你就要去黑市去买的 你就要走走走走走到这里 然后就把你的红茶 按下颜色 就放在那个位置 留意 如果你这样放在这个位置 那这个价钱就相对来说 会低一点 但是如果你放在加一的位置 就可以有额外多一个 留意 在这个世界里面 买东西就是给钱的 但是买东西 你就可以拿回Coin Coin 就会在这个袋里抽 Coin 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就由一元到三元不等 所以基本上买卖会越来越多钱 而买卖的价钱 就会视乎你的交涉值 如果交涉值越高 你就可以卖到越多钱 比如那边就是红色 这边就是蓝色 那 除此之外 在游戏里面 警车会在每一次有人买红茶 又或者有人做了一些这样的单子之后 他就会移动 而移动的过程 就会把 如果他碰到你的话 他就会把你的 那个 铝布 托回家 然后你就用付钱 才可以赚出来 那游戏的目标是什么呢 目标就是 你会看到 这里有三款的单子 就是黄色、蓝色、红色 你只需要做到三张 就可以end game 那怎么做到三张呢 就是当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给这个cost 那你就可以 放下你的 就是你的 那个 布下 在这里 然后如果你可以 再给多一次这个价钱 你就可以拿到一张单 但特别要留意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就是 你第一次放下的时候 可能是7元 但是因为这个过程里面 有其他的player 都可以放下他的铝布在这里 那有机会 他比你快要买的 那如果他买了的话 那刚才那下你是7元 但是 你现在这下 你就要付10元 你才能买得到 不过买了之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铝布 upgrade 他的能力 那举个例子 譬如这一张 它会蓝色 和红色加1 这样 一切下去 那你的铝布 就会更加了 你的铝布 就会变成 蓝色有4 而这个 红色就会有2 这三个数字 有什么意思 黄色就是武力值 如果你和别人打架的话 你就会看黄色的数值 而蓝色就是交涉值 交涉值不是打架 交涉值是可以赶走别人 如果交涉值越高 你就可以赶走对方 就将对方移到另一个位置 但是如果你的武力值高 你就可以直接打 打低他 就叫他回家 而下面 红色就是刚才说的 当你卖东西的时候 就可以卖贵一点的数值 这样 而每一个铝布 下面自己会有一个 独有的能力 每次你回到这里 如果够钱的话 就可以聘请铝布 但是铝布除了付钱之外 所以还要被红茶 才可以赶得到他 好了 说了这么久 为什么我说这个游戏 比我想象中 比较重一点呢 原因就是 如果我们纯粹听Russie 你就会觉得 这游戏也是在围圈跑而已 没什么特别 但是如果你真正玩下去 其实游戏 是非常讲究 就是这部警车的位置 和你跑的位置的距离 由于你在任何时间 被警车追到的话 你都要回归 所以你走走的路线 你要很小心 而同样地 有其他的Player 在某些位置 如果你和他同一格 你就要跟他决斗 那就会造成一个位置 就是表面上 就是一个团团团 但是实际上 你是要兜路的 例如 你来到这一格 1,2,3 可以做这张单 1,2,3 可以做这张单 那你停在这格 你可以做这两张单 而警车 因为他只会跟箭咀行 你就可以追警车尾 由于警车会追其他Player 因为他相信这个方向 那你就可以跟警车尾 去做 但是 这件事 你就要很小心地 计算你的步数 因为这个警车 除了所有人 动完之后 会一次之外 买东西 做单 这些都会 trigger到这部警车 那你就要自己 去运算 究竟要走多少步 再加上 这些 女僕 他们有很多 不同的特殊技能 就令到 游戏 表面上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走 买东西 卖东西 但是 因为有了这些技能 你就要计步数 另一方面 刚才也说到 买这些红茶 它的价值 亦都要 我们所谓的 斗快去做单 因为如果你做到这一格 你会抽多一个Coin 所以 就会令到 你可以赚到的钱 会多很多 亦都是 这个游戏 你要想的策略位 说了这么多策略位 为什么这个游戏 不可以 名正言顺 是一款 EUROPE GAME 那个原因 始终是因为 它抽Coin 因为它 代Coin 里面的 银仔 就有 一元到三元 那 很老实说 如果你一次抽三个银仔 你抽三个银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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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抽九银仔 但如果你抽三个银仔 基本上 就是天与地 而且 这些铁博的能力 我们只玩它 我们觉得 差距也挺大的 有些很厉害的 如果你有些厉害的铁博 你买两个铁博 你不用多了 你不用买三个铁博 你买两个厉害的铁博 其实 已经 在整个游戏里 来说 已经 主导了 其他人 某程度上 就食尘了 所以 这个位置 我会觉得 它不能够成为 很完整的 EUROPE GAME 但是 话虽然 我觉得 画工 它的设计 主题 也是一款值得一试的EUROPE GAME 顺带一提 这款游戏本身 就在上年出版 但 其实今次 它出版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Rules 1.5 那这个Rules 1.5 其实是什么来的呢 其实就是 将这款游戏的 节奏推翻 因为我们上次玩 我们就 miss了Rules 1.5 我们就玩原版 其实要买三张这些卡 那个 游戏的 长度 会偏长 但是 如果你玩Rules 1.5 它就会将 游戏 推快 为什么推快 就是 你基本上买两张 就可以end game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 你每次买一张这些卡 的时候 就会trigger一张 这样的 的event card 而这些event card 有得争 变上 你只需要 买到两张 买到两张 加一张这些event card 你就可以end game 令整体的game 会快了很多 也令到 游戏的节奏会爽快一点 我也强烈建议 大家会用这个 Rules 1.5 去玩 好 今天介绍的 这个就是 铝墨枪 加红茶 我觉得是值得 试一下的event card 的event card 至于 你说值不值得买 我觉得就看你自己 做不做的 或是你看到 这些工具很漂亮 已经忍不住 可能你就会对 否则 我觉得是值得一试的event card 那 今集 就到这里 下一集再见 拜拜